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我是个美大师,刚才来观瞻一把 薄谦的爱哭鬼啊,这方面的话,这边喀哥怎么选了个幸运儿啊 祭司,拥兵加前锋 这一个好像 因为现在是12点出头啊,可见第一把,对吧,但双排队友可能还没到位 然后自己先单排一把,然后看来这个局 应该是大家刚起床的局啊,起床局 所以,不是那么看得懂啊 这里的话,上来一个火压猪祭司这个位置的话,应该走不了,因为大家都是闪现,没有先知这个18秒以后是必倒的,不出现失误必倒,这边的话,压过来一刀倒了 可以,很舒服,前锋这边有没有 前锋可保一手,但是爱哭鬼这边如果看到你的话,放一个滑板加速 基本上,该牵还是牵啊,而且前锋来的话,其实有一定风险的,来抓 那这边拉球拉远一点 这个的话,博牵还是比较谨慎的,他是选择放下了,怕前锋这边拉球 过去以后,回身扭过来 把这个人给撞了 这样的话,能够做一波防守,看来拉火,追,能不能追到,前锋拉不拉球 拉球 诶,拉了一波小球,那打一刀就也行嘛,几四三个洞,往后一个洞,一个洞一打,还能走 整个军事来讲的话,我觉得要哭鬼保平真正 想要去争一个多抓的话,因为这波防守没有打到太多东西啊,这边一个火,看角度啊 这边一个翻窗加速拉掉 嗯,正常交换啊,拉到一个 差不多 不干扰队友位,密码机的位置 开始进行一个牵制 看看他怎么走啊,这边好像刚刚想反穿吗 下一朵火,好像 已经是就位了,但是祭司这边的话,手里还有一个洞 有洞的话,这个火就不是很好打 等到洞全部用完以后,卡住交互点啊,就基本上就倒了 加速过来,这边没有洞,交互点也到不了 倒地 但也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博命已经结束了嘛,所以这波祭司 三朵祭司啊,能牵制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这个局的话,就看下一波防守了 这波防守如果能打双岛是一个真胜免,打不了双岛的话 呃,趋向于一个平局 因为这刀这种虽然说看上去好像对吧 星云这个点,但星云这个点不受干扰,如果一直在外面修机的话,其实对于 球者来讲啊,也是可以接受的,相当于把他当做一个什么的,把他当做一个鸟已经交代的先知 或者说当做一个对吧,没被追的条身,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机子是不会慢的 这边就看优秘9人,优秘9人如果能打一个双岛的波切,还是有机会能赢的,毕竟他开局的一个祭祷节奏很快 待会看闪现能不能切一下,拉虎没追到没追到的话 把一个输入打针对了 两波防守都没打到东西 呃,外面的话应该有三台遗产不看 因为U冰这边跟那个前方的机子是没有修掉的嘛 然后这边卡哥是 修完一台以后修第二台的,所以外面三台遗产,三台遗产的话还行 前方修掉以后这边要去再补一台 要补大门这边的,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里是站中场在等 这边小迪老师等的是个啥呢,他最好是跟佣兵去进行一波交流去补一波状态啊 卡哥这边是摸了一个娃,这个娃还挺舒服的 这可以明显的看出啊,这把的话就根本没有开黑,估计是四个路人在打 就是大家都是单排的 起床局啊,起床局,起床局的话对于尖怪者来讲还是挺好的 他的一个就是整个阵容的上限要差很多 这边的话优兵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优兵就是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倒到了遗产级 那这个局伯奇应该是赢了 所以为什么就把这些图皇 在每天都抢着要打这个手班车,就是这个道理啊,一个火加速过来 找到的话压住这边的遗产就可以了 前锋这边来干扰,干扰不到太多东西,而是半状态 尽可能看这家机子能抢掉吗,修了一半抢不掉,然后状态也补不了 这个局挖一打 前锋要不来撞一手,拼一枪撞一手,对也没办法的,只能拼一枪撞一手了 这边的话一个火拉漂亮,nice 这部火拉拉的舒服啊 这样的话要打一个三岛,娃娃也算一岛 闪现都可以交 这波线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闪现其实可以交的 挂上前锋就可以了 卡哥这里的话估计没选人 掉线啦 哎 这刀打的稍微,其实他这边已经有点犹豫了,要不要打这刀,然后两边是堵了一下 我堵你直接捞,我堵你这边那个 对吧 会直接打 闪现一刀 局面来讲已经没有机会了,就是一个稳定的多抓局 但是呢,球者这边还要秀一秀操作 打不了配合那只能秀操作了 他也知道这个玩意没电了 看一下两人残局 外面好像卡哥重新翻吧,翻一把枪什么的,我们看他们又翻了一个娃娃可以啊 幸运,不愧是幸运,翻了两个S级道具 傭兵应该没这么走运了,傭兵应该没这么走运了,傭兵我翻根车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翻其他的 找角度,找角度,野火,野火,这个野火飘的不错,看一下,差一点点 稍微斜了一点点啊,不没关系,这边有直火了,直火的话分位置一个加速撞来打一刀 教自己的,把一个四抓局吧 继续翻箱子 果然来这把的,看点就看,卡哥能不能,他应该会再翻个箱子,他也知道这把应该没了 再翻个箱子吧,能不能翻把枪,对吧,把这分数拉满 这里还要把娃娃调过去,去摸这个傭兵 我现在这边还没找到人呢 有耳鸣了,有耳鸣了,卡哥这边能不能摸到 找傭兵,找傭兵,摸上,好的 看到了,一火 这刀那边傭兵起来了 这佛琪说我就想拿个四分有这么难吗,没那么难,都直接投降了,可以了大家 应该是队友到位了,对吧,赶紧的,你都快投降了,下一把了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